9月17号上午8时许,港铁东铁县红堪站附近发生列车出轨事故。 随后港铁方面表示红堪至旺角东站服务暂停。 现场所见,设施列车分开两节,部分车门打开,有车厢底部的零件损毁。 列车横跨至另一条路轨,一批消防员及警员在路轨协助乘客离开车厢,沿路轨行往红堪站。 有乘客描述,事发时列车正由旺角东往红堪方向前进。 准备进入红堪站时,车身突然发生震荡,随后车厢内灯光失灵,车体出轨。 港铁方面当即安排职员协助乘客离开车厢,并处理退票及提供延误证明等事宜。 随后安排了免费接驳巴士路线,由大围往钻石山方向输到由新界往九龙方向的乘客。 据车站控制室救护人员表示,目前共有五名伤者,两人轻伤,暂时三人需要送医。 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到现场视察后表示,这是非常严重的铁路事故,政府非常重视。 被问到事故是出于人为破坏,还是其他原因? 陈帆指,根据现实掌握的资料不会排除任何可能性。 机电工程署及相关部门会搜证,希望找出真相,不就揣测做评论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